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名有点意思啊 你别说我 你走开 灯怎么灭了 打电话 打电话 手机没大 喂 你好 我们这电梯都不动了 能不能找人上来看一下 好 我现在马上派人上镜 好 谢谢啊 尽快啊 你先把钱剥了 没事 你没警察 我 我 我说 我说我妈了 让我出去 让我出去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让我出去 柳之音 放我出去 让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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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好 我还需要一个坚定的拥抱 背背 情动不需要再多想理由 等你点头我就走开 而且我都没有待满三个月 我都不能算是天拙的正式员工 可是你都已经 但是你放心 虽然我不是天拙的正式员工 可是我跟你保证 即便我去了招越 我也会坚守我自己的原则 不会去任同类型之物 就是前台 那也不行 你虽然表面上是前台 但其实你是我的助理 你有机会接触 大量的公司的核心机密 放你去招越 就等于给何乔生递过去一把刀 我不干就很蠢事 我算是明白了 到现在你还觉得我 会跟何乔生透露天主的机密 是吧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说清楚 我就觉得你业务能力挺强的 做我的助理你很合适 我还适合当成鹅去奔月 当唐僧去取经呢 不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故意跟我装糊涂啊 我真明白 我今天是真明白了 越过城市的路 望野空 住着每个花落 都不得了 我什么意思 你明白了吗 难道我给你的感受一直是这样的吗 对 就是这样 我为你做你都看不到吗 当你被误会的时候 会想方设法替你解释 觉你生气了 会到你家门口扔纸飞 会急求你原谅 为了接近你 会故意把你调到总裁室 然后为你的工位 跟顾林聚礼力争 陪你过生日 送你上班 拦着不让你辞职 我看到你多看别的男的义业 我都会吃醋 你觉得我会对一个只想 保持暧昧关系这样吗 我做这些难道都还不够吗 不够 好 那我问你 如果何乔生只是你一个学长 那我呢 只是你一个上司 还是只是你一个小时候的同学 你斑驳了我的双眼 想斑驳了万物 寄出的心 穿过风的缝隙 我躺在你这旧的书桌 你可能偶尔也 会想起 你帮我 你帮我 黄少林 我爱你 我 我曾在干河沙漠发现 唯一的泪熟 无边的海 也 相望着 黑鸟盘旋在 蔚蓝天空 就像我不该仅仅是你 唯一的回宿 不经意的 我多久 我久 我久 进来吧 你看 走了一天路很累吧 我帮你按它 我 我自己来的 我来 好 半斤闭上 来 我去看看 雨 小便 雨 离开 枝 is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大度的女人 我就想你在我眼前是小心眼的 会翻小肠的 真实的女人 难过的时候呢 可以冲我大喊大叫 想撒娇的时候就撒娇 你能做到吗 那我岂不是在你面前会很放肆 我喜欢你在我面前放肆啊 人只有在最亲近的人面前 才会那么放肆啊 这样不就代表你跟我很亲吗 不管 反正今天又多了一个仇 这我都来哄你了 怎么又多一个仇 那也是来晚了 你看现在几点了 你这态度转变得太快了 这一下就这么不讲理了 我就这么不讲理 太好了 来吧 报仇吧 停 我现在不想报仇 等我想报的时候 再说 好 来 你干嘛 我没让你现在报仇 你看 我这又错了 又多了一个仇 走 哥哥带你看星星去 朋友 也许我想要的不是朋友是恋人 我承认 我爱你 但是也请你不要把我的爱当作理所当然 如果你还想维持这种关系的话 那就不必了 这种关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我知道你想要那种 舒服的关系 躲得不及的分寸 我就是不想守了这份分寸 你想好吗 我想好 你为什么要不要逼我 我从来逼的都是我自己 我从来逼的都是我自己 只有我 的以后 深对色的自由 也就 我 爱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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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